树林也是一个好方法 因为蜜蜂在树丛中,不易追赶猎物 十二点使用松节油也可防蜂 十三点若被水母咬伤 应立即用盐水冲起伤后 不可用淡水 同时也不可搓磨皮肤 十四点被水母咬伤后以酒精泼洒在伤口 若无易用的消毒酒精 含酒精饮料也可代替 十五点被水母咬伤时 它是吐或氨水油缓合的效果 十六点被水母咬伤后 若有处需要剥除 应避免以手直接接触 可以毛巾搏手抹掉 或以刮壶膏轻轻地刮除 若仍无法去除 可将沙子于海水壶在伤口 然后以刀片、信用卡等锐利的东西将处区刮除 十七点要避免水母咬伤 穿裤袜游是一个好方法 肉刺 一点手指伸了肉刺 最好将擦剪断 二点物咬肉刺 以免在指甲周围留下身痕而引起感染 三点浸泡水和油混合而成的溶液 四点涂抹润缩乳液 五点物抠刺肉 六点养成护缩的习惯 七点爱护脚质疼 新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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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口新口新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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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口新口 新口新口 心好心好心好 9.肌肉及骨骼疾病 肌肉痛 1.休息受伤的肌肉 2.肌肉一旦受伤 要预防发重 以立即冰敷患处 每次20分钟 不宜过久 3.使用绷带包裹受伤的小腿或扭伤的脚踝 可阻止发重 但不宜过紧 四点抬高受伤的足部或小腿 超过心脏位置 以防血液流向伤处 引起肿大 五点热肤可治疗急性疼痛或扭伤 但最好在冰肤相当时间之后才转为热肤 且不宜过久 六点服用肥肋骨纯的消炎片可有助于疼痛 七点伸展肌肉有松弛的效果 也能预防肌肉因复原过程缩短而紧缩 造成以后的肌肉疼痛 八点按摩肌肉可缓和疼痛 但只需轻轻的搓揉 九点添加衣物保暖 可以支持肌肉 十点变换位置是减少肌肉疼痛的方法 特别是需要长期坐在办公桌前 处理文书工作或使用电脑的人 除了要保持舒适的位置 起来动一动 适时的变换姿势都是有必要的 十一点站起来可以帮助消除腿部或足部的痙攣 十二点肌肉的 四日可以较慢的 速度及较轻的 力气进行使肌肉受伤的活动 有助于排除疼痛 十三点以其他运动来缓和肌肉疼痛 例如因走路而使小腿酸痛 可以改起脚踏车 让小腿休息 实在